左轉 俯衝 發射 分散熱導導彈注意力的照明彈 烏爾戰爭即將屆滿一周年 美國CNN記者 實際坐上烏克蘭軍隊直升機 直擊戰火第一線 從空中見證 飽受戰火摧殘的烏冬村莊 即便有保家衛國的強烈意志 卻沒有對等的軍力武器 本來是以運輸為目的 現在卻充當戰機使用 直戰機是明顯且能輕易擊中的勾起目標 若在飛行過程中不慎有所損傷 也必須馬上維修更換零件 因為烏克蘭沒有時間 也沒有足夠的飛行載具 只有老舊且嚴重不足的裝備 也要守住防線 烏克蘭總統在各個場合大聲疾呼 需要盟友提供先進軍火 坦克戰機 美國也有五位跨黨派的議員 提交聯署請願給美國總統拜登 希望可以趕快提供F16戰機給烏克蘭 然而目前尚未獲得正面回應 華社新聞 讀喜馬讀高 陳書山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成績